投注我上輩子的照片之後 就收到非常多的訊息 讓我們感謝完美玩家 那為什麼要腳屯來呢? 因為他也是瘦身俱樂部的會員之一 大家好 我是沈 今天是全新系列 選立超人 投注我上輩子的照片之後 就收到非常多的訊息 想了解我到底是怎麼瘦 或者是瘦下來之後又是怎麼回事 今天就會為大家帶來 我從86公斤到現在的 一些心路歷程 我希望傳遞給大家的資訊是 不是只有瘦才是最漂亮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透過自己最舒服跟最正確的方式 找到自己覺得自己最漂亮的狀態 健身 飲食等相關的影片 其實在網路上你也可以找到非常的多 我們的效果比較像是 你看到我們 給你帶來更多的勇氣 去面對減肥這件事情 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怎麼吃都吃不胖的人 但是你也不要灰心 我們就是會胖 我們就是一起面對 痛苦或想放箭的時候你都可以想說 我也一樣還在這條路上努力 壽罵著該死的熱量 非常開心 沈莉女超第一集 居然就有贊助廠商 讓我們感謝完美玩家 完美玩家共玩 採用豬厚腿肉 所以脂肪較低 製作過程中沒有添加水跟澱粉 我最喜歡的是香菇共玩 相信有非常多朋友 都看過我以前的樣子吧 那如果沒有看過的人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 我有找屯來 那為什麼要找屯來呢 因為他也是瘦身俱樂部的會員之一 看到就是剛剛的那兩張照片 應該有對我們的心路歷程感到更有興趣吧 然後你沒有在那個時候 相遇 可能會天淚溝動地火耶 好看 我覺得變身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 從裡到外 對 所有環節都會可以聊到的事情 而不是說我就只是 因為吃了少我變瘦了 怎麼在這條難走的路上繼續走下去 我覺得都是一個問題 可以以過來人 甚至我們現在也還在這條路上努力著 但今天就先潛談飲食 人生就是活動活動 要活就要動 OK 影片中所提及的 健身瘦身變身等字眼 皆抑止 用健康的方式減去脂肪 沒有一套變身方法 適合所有的人 希望這系列的分享 可以幫大家避開那些錯誤的方法 讓你們有更多的時間 找到屬於你們的變身方式 我的人生 從來沒有執行一個瘦身方式 長達持續一到兩年 就是除了現在就是飲食 我自己知道怎麼挑食物吃以外 其他的那些都還是會半途而廢 你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是會累 累了你就休息 就不要逼自己 你就醜個幾天 都不是胖了那幾天 你就會胖一輩子 你都胖那麼二十幾年了 當你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就表示你已經走在一個 想要改變的路上了 那總比你 你前幾年都沒有這個心情 你應該要輕信說 你已經在改變的道路上面了 我都不會有想要狂吃的時候 我常常想要狂吃 其實你也常常真的在狂吃 我覺得就是你自己要知道 你在哪裡要踩煞車 我如果不吃 我會心情更差 那我就去吃 這個底線說 好我這一次就是只讓我自己吃 兩天或是只吃三天 所有想要減重的人 都會有一個點是 非常想要塑效 想要戒掉什麼東西 來讓你什麼三天後 看起來變超輕瘦 或者是不吃晚餐 可是這些東西就是 沒有辦法堅持一輩子啊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你不可以過激 不可以太過激烈去改變 我覺得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追求塑效性 然後就摔了 七百萬次啊 畢竟大家的體質 跟能承受的痛苦度 有一點不一樣 不是說一定要照著某一個路線去走 而是說 你針對自己的習慣 去做出一個對你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最最最最重要的東西 應該是挑選到你自己 最適合吃的東西 一定要好好吃東西 吃到基礎代謝上以上 直播有人問我說 我有沒有因為減肥 而有什麼身體上的問題 只吃鳳梨的時候 我真的人生有四五個月 月經是沒有來的 你的身體機能 是會真的沒有辦法運作 減肥減重這件事情 雖然很痛苦 但它是 你如果有努力 就一定可以出成果的 不像男人 很多人問說 就是像我現在 這麼常要拍吃的東西 那我到底為什麼 還可以維持現在這個身材 我現在都用很忙 這件事情來逃避去運動 所以我就是會 非常非常克制在飲食 一週會有一天 出去拍外景 那外景的那一天 就是會瘋狂的一直在進食 就會把那一天 定成是我自己的休假日 隔天開始 我就會走一些 比較健康的路線 像是我會吃雞胸肉啊 然後可能攝取 比較多的纖維 我就不會在 沒有人約的時候 自己說什麼 我現在要去吃鬆餅 我現在要去吃什麼 有的沒的的事情 比較少 真的比較少 妳真的很有異議 因為妳是個好愛吃麵包的人 我在飛鏢的時候 不會去吃麵包 戒掉麵包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 我可以去吃別的東西 假設說妳今天跟我說 妳戒掉麵包之後 妳只能吃水煮青菜跟沙拉 我就會想說 我才不要咧 戒掉了這個 但是我可以吃 譬如說像是肉啊 妳有快樂的替代品 開始比較多吃蛋白質或什麼 那漸漸就愛上了 愛上之後 妳就是會比較容易忘記 妳之前曾經那麼愛過麵包 很像是忘掉EX的狀態 對 對對對 沒 我們兩個在當同事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會 我不想吃一些太肥的東西 她就會覺得 我很難搞 然後我們就會 時常為了這種事情吵架 姐妹的聚會 妳不可能永遠都拒絕 然後妳就會一直拉扯說 那我去了怎麼辦 很重要的點是 妳要去挑每個地方 妳可以吃什麼 像我跟子凡的飲食 習慣差非常的多 我就不吃飯也不吃麵啊 然後她就是喜歡吃拉麵 我還是會偏要去吃 但我覺得看說 可以吃一些蛋白質的 或是青菜 有的人可能會很建議說 啊那個雞腿是炸的 那雞腿是滷的 但是我覺得 再怎麼說 妳吃這個 妳都總比去吃 精緻澱粉的東西 還要再好 妳寧願多吃一塊牛排 妳也不要多吃一片麵包 當然跟每個人體質 是不一樣的 但是澱粉類的東西 算是最容易讓妳胖的 或者是說 今天東西就是 沒有什麼得挑 可以吃的 妳就減量嘛 如果這個拉根太油 妳就吃半碗啊 那妳覺得 哇 也太好吃了 我今天這碗都要吃完 妳覺得妳就明天 明天吃少一點就好啦 我現在吃便當 蛋白質跟菜 我先把它們吃完 如果我真的還餓 我就會再吃一點點飯 選擇讓蛋白質 跟比較好的油脂 成為我的熱量來源 如果你還是很喜歡吃碳水的話 或者澱粉的話 就盡量可以挑好一點的 飯呢 妳能吃糙米啊 這種的 妳就不要吃白飯 西瓜 馬鈴薯這種東西 更原型的碳水化合 都是蠻好的 我人生要一直吃 最好的食物 就別活了 減重這件事情 它的飲食 不是說 妳這些東西完全都不能吃 而是說 妳應該要先 把這些東西減量 把自己調整成 身體最舒服 跟妳自己最想要的地方 只要不要過量 其實我覺得 沒有說什麼東西 妳絕絕對對不能吃 本來的飲食 去改變某一個小點 妳可以慢慢改變 妳不用這周什麼都不吃 我只吃蔬菜 那妳就一定會爛掉啊 因為我們以前都這樣子 我每天超愛 幾百次都說 沈潔雨 我下禮拜 都要吃 只吃水煮 我都要蔬食 吃別人就省我兩巴掌 沒錯 最後的結局就是 我們兩個會約去吃吃肉 但就是有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想要吃一些 壞壞的東西 像是炸雞 或者是甜點 我覺得妳們都可以去吃 只是要看妳們怎麼吃它 鹹酥雞好了 甜不辣點的雞皮 點的薯條 可能一個人就點到兩三百 但是妳可能可以控制在一個金額底下 多搭配一點蔬菜 像是妳可以點一個 撕雞豆 點一個花椰菜 然後再點一個鹹酥雞 想吃甜點的時候 妳是不是可以搭配無糖茶 妳不要搭配伯爵奶茶 因為我跟妳們講 妳們今天想吃 沒吃 妳明天後天 妳還是有可能會去吃嘛 對不對 那妳不如就今天好好的面對 而且妳明天後天可能會想說 吃更多 像我們今天吃火鍋 就我們平常可能喜歡吃一些麻辣鍋 或是很濃很濃的湯底 但我們今天可能就 吃了清湯 昆布湯 從湯底開始改變 竹菜 豆腐 肉美用了雞肉 然後像火鍋料的部分 選擇了像完美玩家 他們是主打 他們用純豬肉做成的 如果你也喜歡火鍋料 我覺得你們就可以在你們的周遭 找到類似像他們這樣子 主打 添加物比較少的系列 來購買 不是只能有一個答案 而是複選題 然後妳可以提出一個最正確的答案 本影片中先稍微分享了我們的飲食觀念 但關於變身是條滿漫長的路 未來我們也將持續分享更多運動飲食 心態轉變 遇到低潮期遇到停滯期 我們是怎麼面對的相關內容 有興趣的人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我眼睛 乳血糕真的是我發現 它也不是健康的東西 只是我以為它很油 後來我發現它不油耶 它是就是碳水化我還沒 比較高 畢竟是血跟碳血 碳水化合物的結合體 全國書公們有心要減重或變身的話 一定要學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看食物的營養標示 沒錯 但這不是你人生唯一的依據 你嘗嘗看你就會發現 欸 其實有些東西沒有想像中的那麼 真的 或者是說 哇 有些東西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可怕 上次有一次我就發了雞胸肉 就有人來跟我說 其實我應該要注意雞胸肉裡面的鈉含量 因為如果你鈉一整天的攝取量過多的話 你就很容易水腫 稍微看了一下我那陣子在吃的雞胸肉 然後我被嚇到稀巴爛 它真的就是一塊就是小小的 鈉含量就超高 就是你就是一天如果吃個什麼三瓶或什麼 然後再攝取其他東西 就真的很容易超標 開心就好 你想改變的時候再去改變 就是這就是一個最舒服的狀態 就是沒有人叫你說 受到什麼BMI多少以下才是最標準 就不用管他們 你就是自己心裡覺得舒服 跟你人生沒有覺得孤困 就是如果你就是一直覺得 就是自己可能受不下來啊 或什麼 你就是可以再回味一下我們兩個的照片 接受它 面對它 就有機會改變它 才沒有受不下來的 如果真的是你可能身體有出狀況 已經是生病狀態的 那有可能 其他人沒有受不下來的 也沒有什麼喝水就會胖的人 大家不要怕因為會水腫就不喝水喔 水喝不夠的話 也會影響你的脂肪的燃燒 真的是嘗試過超多耶 便利商店熱量計算法 失敗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在便利商店要吃到均衡飲食實在太貴 沙拉小不拉雞的一盒就要49 水煮我覺得它就是沒有味道 然後又沒有油 吃個一中你就會痛苦到 沒有吃油脂 我覺得對健康還蠻不好的 我大概從國中就開始想減肥 因為我從小就肥 那時候流行的就是什麼 油肉乳減肥 蘋果減肥法 還有那個一條吐司 對 平治未開的階段大家會進行的很肥法 幸虧也是因為過於痛苦 所以我很快就通知了 然後我也執行過生酮 生酮那個時候的概念大概就是 你要吃非常非常好的油脂 我覺得這個最難的一個執行點是你只要一有聚餐 就很容易歪掉 就算我自己每天幾乎都在家工作 我還是覺得生酮很難執行 這邊想徵求大家有沒有過一些荒謬的網路傳說 都市傳說一些錯誤的減肥方式 歡迎你留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好的東西需要大家分享 需要大家推廣 但是壞的東西也需要大家嚇嚇大家 下回見 感謝您今日的收看 希望大家健康快樂 減重健身飲食等相關專業知識 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在上網搜尋看看 非常興奮於收到完美玩家的邀約合作 畢竟我本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愛吃火鍋料 然後我也超愛吃貢丸 然後發現他們家有芋頭貢丸 所以我整個就是 我已經試吃過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他們家貢丸是用豬後腿肉做的 比起市面上用全豬肉比較有脂肪的貢丸來講 他們家的確有比較有嚼勁 非常喜歡他們的香菇貢丸 因為他們香菇貢丸裡面本身還有芹菜 我覺得超香 我現在這邊煮了一個貢丸湯 但是他們有跟我說 他們家的貢丸用氣炸之後也會非常好吃 我還沒有這樣吃過 所以我今天就在這邊試氣炸貢丸 他們家芋頭貢丸裡面的芋頭超巨型 我來切給大家看 欸真的蠻多的耶 你看就是它裡面真的是大概有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左右 芋頭貢丸跟香菇貢丸 因為他們家還有一個讓我超級超級覺得 另類死怎麼這麼創新的口味 叫做軟骨貢丸 很酷就是你會一直咬到一個脆脆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就很愛軟骨 所以它在裡面我就覺得 你們好聰明喔 怎麼會這麼棒 五種丸就是 濕木魚丸 香菇貢丸 貢丸 貢丸 芋頭貢丸 軟骨貢丸 嗯 嗯 芋貢氣炸過後 那個芋頭會變得很酥綿欸 B 在湯裡面再更酥一點 我覺得那是因為 你想像芋頭拿去煮可能就會吸水 然後就會變得比較濕 我覺得很好吃欸 我現在切一顆香貢給你們看 你現在很像公魚的素食 我覺得很適合我啊 香貢裡面它有一些芹菜 芹菜有一個香味 然後再跟那個豬的油脂結合 然後再配香菇的香氣 這一顆真的是我吃到好想說 欸 它是誰 怎麼那麼好吃 因為跟一般的普香貢很不一樣 我覺得他們家的香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現在要切軟骨系 唉唷 它噴汁了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一些白白的點點 然後它吃起來就是會脆脆的 因為軟骨本身就是脆脆的 好好吃喔 比用煮的好吃耶 但其實我本身不是 虱目魚丸的愛好者 所以我就 不會對虱目魚丸有太好的臉色 這兩包是我最喜歡的 我現在有點意有未盡 我覺得可以再來一些 最後我們還是要感謝完美玩家 謝謝乾爹 謝謝乾媽 今天是因為拍攝吃我才這樣吃 不要像我這樣子一直吃 可以吃 但是不可以 一直吃 猛吃 狂吃 不在乎的吃 以為明天要世界末日的吃 完美玩家有五種玩 分別是 苦貢 香貢 育貢 軟貢 吃完